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个篇章则出现了本期的两个重要人物 青水虫以及高树玛丽亚 这个篇章的内容非常的荒唐搞笑 它是以微纪录片形式呈现的 讲述电视台收到线报说 不动废弃的建筑物内 居然发现了野生的佐伯俊雄 于是青水虫和高树玛丽亚 作为嘉宾受邀随节目组前去拜访俊雄 然而进入建筑物内后 察觉到不妙的青水虫 丢杀摄影师和高树女士直接落跑 最终今夜的高树坚持完成拍摄 并在建筑物内见到了所谓俊雄的身姿 那是一个成年男性体型 浑身涂满白粉的人形生物 它把高树暗倒在地 对它吐出大量又像沙土 又像黄水的东西 而镜头中捕捉到它的脸孔 赫然已变成枯骨 这个短片本身没有太大的解读空间 毕竟作为亲手缔造周圆故事的青水虫 却找野生的俊雄这种枯瘦的设定 已经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 但高树玛丽亚却因此和周圆结缘 成为了周圆宇宙的一员 一年后 周圆十周年纪念版 白老夫和黑少女同步上映 青水虫挂名原案和监制 实际上的参与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而制作人依然是依赖隆重 制作权则交回到最初头拍录像带版的东映手上 这两部纪念版和初代两部录像带版一样 所以每部只有一个小时 两个故事互相联系 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 并且我们熟悉的那栋大斋 和左波佳一子并没有出现在故事里 只有俊雄客传了少数场景 但演员也更换为了另外一位童星 也因此 这两部作品应当被视作 是继承了周圆世术风格的独立作品 同时 这两部作品遭到系列粉丝如潮的恶评 不过回过头再来看这两部作品 我们依然能看到其中展现出了 与青水虫时代一脉相承的剧情内核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恐怖故事 同时 这两部录像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核 也比原本的《夫妻家暴》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 在精神气质上 延续和升级了原作的风骨 是周圆迷不可错过的作品 不过由于十周年纪念版 维持了录像带版鱼艳不祥的叙事风格 大部分人物的身份背景 都只通过支援片语和细节表演来呈现 同时两部电影的常见中文字幕翻译 都存在不少的问题 包括时态错误 以及一些日语感无法透过中文传递 导致大部分的观众都看得一头雾水 这里我将为大家按照时间顺序 完全梳理清楚整个十周年纪念版的故事 让大家彻底看懂这两部作品 十周年纪念版的故事开始于黑少女的篇章 某个雨天 放学后 一位男孩发现同校的恒天福记会 待立在教室里 也许是想着她可能没带伞 所以在避雨 男孩好奇地上前查看 但福记会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空气 身体像是凝固了一般 突然 福记会露出惊恐的表情 拍打着窗户 然后倒了下去 男孩冲到窗前 只看到福记会正处于精确的状态 躺在地上狂躁地挣扎着 校方随后把她送往了医院 并通知了母亲恒天季何子 这里扮演季何子的 正是此前和青水虫一起在恐惧回返中 探望野生俊雄的高树玛丽亚 医生告诉季何子 女儿只是有一些贫血 至于狂躁挣扎的症状 则完全没有提及 回到家后 通过旋关上的拖鞋 福记会惊喜地发现 久未归家的父亲恒天红 今天竟早早回家了 于是兴奋地冲向父亲 母亲季何子购买了大量食材 打算在家里给女儿制作营养餐 父亲却认为 应该让贫血的女儿出去吃牛排或者烧肉 父亲俩意见不合 眼看着就要吵起来 福记会突然呆住 望着天花板发出尖细的叫声 那叫声随后变成可怖的喉音 然后福记会倒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景象 恒天红立刻上前查看女儿的情况 但福记会的手却以出奇的大力 紧拽住父亲的手腕 并告诉他他将会用这只手杀死一个女人 季何子将女儿带去医院进行检查 好消息是福记会的大脑功能并无异常 而坏消息是医生认为福记会可能是单传的精神问题 为了查明原因医生对福记会展开了催眠治疗 试图探寻困扰他的精神问题的根源 一开始福记会只是回到五岁时的海边 那时的父母尚未争吵不和 还能陪着福记会享受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然而渐渐的 恒天夫妻因为生活和工作的种种原因不和 开始愈发频繁的争吵 父亲也变得渐渐不爱回家了 福记会多么怀念 父母还恩爱如初的时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妄想 感情破裂的夫妻 即便用女儿这块胶带勉强黏合 也永远回不到当初的幸福时光了 紧接着 医生让福记会进入了胎儿时代 试图唤醒潜意识 然而福记会竟然又发出间隙的叫声 伴随着骇人的猴鹰在地上疯狂挣扎着 医生急忙扔开催眠道具 试图中断治疗 但睁开眼睛的福记会 眼然换了个人 他眼中满是怨恨的瞪着母亲 质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生下来 随后便陷入了昏睡 季合子这辈子只生过福记会一个孩子 但女儿所说的话 显示指他还有一个未出生就夭着的小孩 医生对福记会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CT显示 福记会的腹部有一个肿瘤 这是一种医学上非常罕见的现象 季合子当初怀的是双胞胎 然而在孕育期间 福记会的胚胎把另一个胎儿给吸收了 因此 季合子和丈夫都不知道这另一个孩子的存在 这种现象 融合医学上两种罕见的疾病 一种是寄生胎 这种现象不同于连体人 通常是孪生双胞胎中较强的个体 为了争夺母体的营养 而将另一半吸收 而影片中提及的肿瘤 则更接近于寄胎瘤 寄胎瘤指的是长有人体组织 甚至毛发的奇特肿瘤 它的成因学界尚无定论 但可以确定 这种疾病和双胞胎并不必然联系 不同于对另一个孩子一无所知的父母 福气会自打记事起 便能听到体内另一个双胞胎少女的声音 年幼时缺乏玩伴的福气会 把这个少女当做了自己最亲密的好友 常常与之对话玩耍 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名字 于是福气会便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他 也将他称作福气会 福气会无需开口 便能在内心深处和另一个他对话 因此即便是独自一人时 他也不会感到寂寞 只是随着年岁渐长 深入小学后 福气会开始接触到了真正的朋友 并不再满足于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两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 最终福气会把它当作是自己年幼时的幻想 彻底封存在了记忆深处 独得父母的恩宠 在校园里结交了不少的玩伴 享受着生命的快乐美好 这种幸福是过于刺眼的阳光 深深刺痛了 那个还未降生于世 便如冬雪般化作适水的女孩 进而滋生出无法自一的怨毒 她好恨每一个活着的存在 恨创造的自己 却不至少自己存在的父母 恨抛弃自己的福气会 更平等的憎恨每一个拥有生存权的个体 于是在片头那个阴语绵绵的放学后 黑少女觉醒的过来 开始以福气会为起点 展开无理由 无差别的疯狂报复 第一个遭到不幸的是滕景琳来 滕景是福气会父亲恒天红的公司之约 她外表端立 且一直单身 近来筹谋着离婚的恒天红 还没等一切尘埃落定 就已经把她视作是猎物 想让她成为自己的下一任女友 某天晚上 恒天红叫了一辆taxi 以送琳来回家为由 强行与她搭上同一辆地势 眼尖而有八卦的司机 全程露出吃到大卦的表情 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的好戏 此时 一辆消防车从对象车道驶过 恒天红假意查看窗外的情况 将身体贴向琳来 寿表上司骚扰了琳来 要去提前下车 恒天红睁大眼睛 一脸无辜地对琳来说 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要不她也一起下车陪琳来喝一杯 琳来极力推托社长邀约 甚至在下车后 还把一半的车费交到了恒天红手中 恒天一一不舍地握住他的手 只好作罢 看着远去的出租车 琳来狠狠地咒骂着 她最该提防的就是社长这种油腻的男人 走在漆黑的小巷里 琳来始终觉得有什么人尾随着她 她转过身看着空无一人的黑暗 害怕地大叫着让社长不要再尾随她了 但回敬她的只有令人不安的寂静 随着一阵风袭来 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爬上了她的背脊 琳来转身手机跌落在地 就在弯腰简视手机时 她终于看清了黑暗中 一直尾随着她的 不是社长 而是一个浑身漆黑的少女 那晚过后 琳来便再也没有来公司上班了 察觉到一阳的恒天红 按照人事档案上显示的地址 找到了琳来家 在到达琳来家门前时 一个戴着毛线帽子的风店男人担住了她 问她有没有见过自家的小黑猫小马 恒天感到莫名其妙 回了去没有后 男人白了她一眼走开了 这个男人实际上是在帮着 左波俊雄寻找她的黑猫小马 不过这段剧情存在很大的bug 我会在后面的分析中详细说明 琳来家无人隐瞒 恒天本打算把名片塞进门缝里 却发现门根本没有锁 开门的一瞬间 恒天被吓得胡去一阵 裹在被单里的琳来 直勾勾地盯着家门口 仿佛早已等候多时 她一言不发 将恒天推倒在地上 然后骑了上去 看着眼前穿着蕾丝睡衣的女人 恒天误以为琳来要和她发生些什么 但琳来的双手却以出奇的大力 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任凭她怎么挣扎 那胸痕又充满憎恶的表情 没有意思改变 琳来抓住她挣扎的手 说出了一句令她寒毛倒数的话 你这只手将会杀掉一个女人 这正是几天前 福气会对她说过的那句话 恒天红从昏剧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依然还躺在地上 奇怪的是 腾锦临来此刻热火在被子里 无声无息地安眠着 恒天欣赏着 不要招惹这个单脚纳食的女人 捏手捏脚的准备离开 却发现自己的皮带不见了 她回头一看 自己的皮带镇压在腾锦的被子下方 来不及细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急忙伸手试图抽出皮带 随着右手用力 腾锦的头被那根皮带拖拽着 一起打拉了下来 此刻的她面如死灰 那根皮带不知何时 死死地缠住了她的脖子 难道是自己在失去记忆期间 杀死了这个女人 恒天看着自己的手 想起了福气会和林乃说过的话 莫说那是对未来的预言 而此刻她唯一的念头 便是要彻底掩盖这起意外 毕竟眼前的状况 已经很难被解释为震荡防卫了 当天夜里 恒天红将林乃的尸体 裹在白布里 用越野车送去了郊外 她用了一整晚时间挖了一个大坑 再用土石和落叶 将林乃彻底掩埋在了里面 就在准备离开时 恒天红的余光注意到 刚才被自己亲手 一场又一场土填平的土坑 竟然又大敞开 她战战兢兴地靠近土坑 发现林乃依然安静地躺在里面 心想着林乃是不是还没死掉 恒天红立刻拆开果实布 查看林乃的脸 然而眼前的女人 就如白天刚到她家时那样 死死盯着恒天 河头发出诡异的声音 那一夜后 恒天红便彻底从人间蒸发了 处入后 在医生诊断出伏迹会体内的寄生流后 七合子找到了自己断交医术的妹妹 灵媒师真理子 七合子和真理子是亲姐妹 真理子自由便拥有强烈的灵力 似乎具有与死者沟通的能力 自由出落了美丽动人的真理子 却因为灵能力的问题变得非常孤僻 甚至在16岁时不顾父母的劝阻 离家到山中修行 父母多年不见女儿 私女成绩 先后留下祭和子 撒手人寰 也因此 真理子看到姐姐主动找上门很是意外 关于真理子非常有趣的是 她的身份设定有不少地方 与五夜凶灵原作中的真子 以及真子的母亲至今子重叠 因为至今子和真子 生前就拥有预知 心灵念血等能力 小说中提及 真理子又是随家人旅行时 才一斗半岛入住旅馆时 感到屋内有被男杀害的女人的强烈怨念 而五夜凶灵中 知心子便是在一斗半岛旁的一斗大岛 依靠一小小的石像 获得了超能力 而内间被怨念缠绕的旅馆 则有点像是五夜凶灵最早不发现录像带的私人 入住的南乡根的旅馆 这间旅馆是真子被杀投入井中后 在井的上方搭建起的旅馆 不知道大石龟是不是刻意设置的这个彩蛋 回到剧情中来 真理子于山中修行达成正果后 某天下山回到了东京 与一位叫易志的男人相爱成家 又有一子 看上去就是个美满富足的普通家庭主妇 契合子判定是夭折的胎儿的怨念作祟 希望能让妹妹出马拯救女儿 真理子原本犹豫着是否要帮忙 在同位父母的同理性的驱使下 她答应了帮助姐姐 作为专业的灵媒师 真理子从不坐电梯 到达医院后便一直被一股强大的灵压下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而随后离开福气会病房的护士玉子 更让她感到极度的不安 她明白 常要找福气会的 是一股极端强大而又执着的怨灵 现在的她两手空空 无法与之抗憨 于是不顾契合子的极力挽留 她提出要三天后才回到医院 三天后的清晨 整理子前程的沐浴栽戒 在家中贴满了驱邪的符咒 在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丈夫和儿子后 前往医院举行了处林仪式 仪式开始后 真理子切断了房间所有的光源 只在福气会的床头点了一只蜡烛 然后用力感应着斜碎的力量 并缓缓念动驱魔咒语 福气会痛苦的声音着 叫声愈发惨烈痛苦 在生长着寄生胎的腹部 一个硕大无比的人头浮现出来 发出害人的喉音 真理子找准时机 将驱魔针刺向人脸的额头处 叫声瞬间消失 驱魔仪式顺利结束 真理子告诉姐姐 女儿体内确实有另一个灵魂的存在 今后她们要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潜心祈祷 而姐妹俩也彻底重归于好 一开始 真理子对姐姐说了一句下次见 然而她们没有料到 下次再见 便是阴阳两隔 一日清晨 天还未亮 真理子便在强烈的危险预感中被惊醒 电话响起 听头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同志的声音 告诉真理子 自己马上就要来了 真理子急忙寻至大雾正门 透过猫眼看到了一个 本不该出现在此的人 身着病服 独自一人的伏忌惠 真理子步步后退 却发现自己身后 出现了浑身纯白的伏忌惠的灵体 紧接着 那个控制着伏忌惠身体的存在 大力推开门闯 闯了进来 真理子瞬间明白 她被骗了 那次驱魔中 被驱除出身体的不是黑少女 而是伏忌惠 而此刻 她的身体已经被月灵彻底占据 面无表情的伏忌惠 看着黑少女一拳击穿真理子的腹部 然后走上二楼 杀害了真理子与丈夫的儿子 不仅是真理子一家 就连悉心照顾着伏忌惠的护士玉子 甚至玉子的邻居也遭到了作祟 玉子是个亲和力极强 认真负责的护士 伏忌惠入院后 她便负责担任伏忌惠的护士 伏忌惠非常喜欢玉子 还会把自己裹成闯当鬼的样子来捉弄玉子 不过 伏忌惠看似开朗的外表下 隐藏着阴玉的内心 她竟然告诉玉子 她已经知道自己就快死掉了 对此 玉子和主治医师都只当是小朋友的胡思乱想 这天下班时 玉子路过伏忌惠的病房 听到里面传来了一声诡异的喉音 于是进入病房查看 此时 小女孩正安然熟睡着 玉子刚要离开 那恐怖的声音再次从背后袭来 她急忙掀开棉被 只见伏忌惠的腹部 赫然印出一张恐怖的人脸 玉子急忙叫来护士长查看 彼所当然的 伏忌惠的腹部又恢复了平坦的状态 身边的人都认为玉子只是太累了 没有当回事 玉子心神不灵的回到家中 途中遇到心灵居彻也主动打招呼 也无心交谈 她满脑子想着白天看到的恐怖景象 当天夜里 玉子在睡梦中 像被一股邪恶的力量引住 即便隔壁墙壁 护士传来猛烈撞气的声音 她也一直在昏昏沉沉中 发出声音音声 一年多日睡眠不佳 一向开冷的玉子 逐渐变得精神萎靡不振 她试图向护士长申请更换病房 但考虑到伏忌惠如此依赖玉子 护士长只给她打了打气 希望她继续留下 玉子前去查房时 发现伏忌惠的床上又出现了那个床单鬼 然而伏忌惠此刻正躺在床上 那么眼前浓起了这一块到底是什么 玉子惊吓中跌坐在地 那床单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床下 发出诡异的喉音 像阔语般朝着她缓慢爬来 电影中没有交代这段剧情的后续 唯一确定的是 那个床单里的鬼魂的作祟 应该是在中途中止了 玉子得意的暂时生还 但整个人因为受到极度惊吓 又得不到帮助 变得像行尸走肉般 玉子的邻居彻夜也注意到了她的变化 早些时日 彻夜与她打招呼时 玉子虽然态度不嫌不淡 但还是会礼貌性地回上一句 但近来 玉子却对她变成彻底脂弱弯弯 神情也变得疲惫呆滞 彻夜在便利店打工 上班时间和玉子刚好完全错开 第一次见到玉子时 她就被她精致可爱的五官所吸引 幻想着这样可爱的女孩 能成为自己的恋人 但玉子愈发冷淡的态度 让她不禁怀疑起自己是否是被讨厌了 1月底的某天 珍妮子一家三口的尸体被发现后 松刚家的大宅被警方彻底封锁 彻夜路过这栋凶宅时 兴奋地和朋友交换着八卦信息 当天晚上 说最终的彻夜被一阵撞击墙壁的巨像惊醒后 竟听到隔壁传来玉子的声音声 彻夜误以为是玉子正在和男友进行爱德练习曲 却没有想到 那是玉子在入梦中发出的痛苦声音 不过 被壮长的声音变得愈发响亮 甚至正在房间里的柜子和物件都开始移动 彻夜被彻底吓到 难道隔壁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由于实在是感到害怕 第二天白天 彻夜将好友叫到公寓里来 希望他们能在白天帮她看家 顺便看看隔壁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 好友是一对情侣 和彻夜一样约爱八卦 其中女方更调侃地说 最近发生的一家三口灭门案 说不定真凶就是隔壁的玉子 彻夜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转身就准备去上班 刚走到楼梯口便看到下班归来的玉子 如果玉子现在才下班归来 那么晚上隔壁传来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谁在异常之隔的另一边拼命撞击着长臂 并发出那难以描述的声音 怀揣着好奇心 彻夜透过墙角看向玉子 发现她进门后并没有锁门 于是彻夜立刻跟了上去 想要一探究竟 此刻 玉子带立在厨房一动不动 彻夜关心的问玉子还好吗 玉子转身 竟看见黑少女不知何时 扑伏在彻夜的脚边 她抓住彻夜的双腿 将她拖进了房间里 也就在同一时间 隔壁的好友二人正欲亲热 女方察觉到了隔壁的异象 由是将头贴向墙壁 只听到隔壁传来骇人的撞击声 此刻 黑少女正大力拽住彻夜的头 不断撞向墙壁 她终于明白 困扰自己多日的夜间的异象 并不是梦里的幻觉 而是发生在未来的双照 彻夜渐渐停止了挣扎 随后 黑少女的手伸向了玉子 将她彻底带离了这个世界 珍丽子一扎灭门后 丈夫横天红和看护的护士玉子也相继失踪 看着夫妻会纯白的灵魂站在床头 不舍地将手探向原本属于她的躯壳 姬和子虽然明白除灵并未成功 但依然如行尸走肉般 重复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女儿 直到某天 姬和子在阳台晾晒衣物时 陈女子的身影突然浮现在了杯灯后 对她轻轻地道了一声对不起 姬和子明白 自己不能再这么昏昏噩噩下去 她必须彻底终结黑少女的复仇 于是她抱着夫妻会的身体 从天台一跃而下 在生命最后的瞬间 姬和子竭尽全力睁开双眼 看到了黑少女的灵体 正在一旁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她明白自己是彻底失败了 那份怨念是不会随着肉体凡胎的死亡 而轻易消失的 东京的街头 戴着毛线帽的疯男人 依然执着地为俊雄寻找着黑猫小马的踪迹 一阵诡异的猴鹰吸引她转过了头 黑少女的怨念 置心依然游走在东京的街头 她路过的一处路灯上 留有一些诡异的血迹 在那以后 她仍将把复仇持续进行下去 永无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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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养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